有一个人前来买瓜 1963年,金庸去欧洲出差 他让尼匡帮忙带写天龙八部 更新一张50元 金庸回来后,发现阿猪被写死了 金庸大怒,你这是在回我天龙 阿猪死了,乔峰怎么办 尼匡一句话,让金庸哑口无言 天龙八部 当时,金庸在自己的明报报刊上 发表了这一部小说 没想到,读者们如此喜欢 一连几周都是拿到了最受欢迎的小说刊物称号 金庸一鼓作气,直接写了很多章节 可是业务繁忙 金庸需要去欧洲出差接受采访 所以临走前,他就喊来了自己的员工尼匡 尼匡当年有点文笔文采 金庸觉得他是可造之才 就让他在报社里工作,还给稿费 但是,两人的武侠观完全不是一回事 尼匡都是天马行空 什么外星人,什么神奇的故事 怎么喜欢怎么来 而金庸奉行的是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的武侠理念 所以两人的文笔真的很不愿意 金庸说 我出国的这今天 你就代劳一下 帮我更新报刊 50元一张 酬劳都算你的 而金庸交代 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特殊用途 能推动剧情发展的 千万不乱写 然后就带着行李出国了 出国的那几天 金庸在欧洲根本不知道天龙八部会如何走向 可是,你看写了好几张之后 受到了很多读者的投诉 金庸报刊收到的信件 堆了一大堆,都是投诉的 等到金庸回来一看 这你看把阿珠给挟死了 原著以及电视中 阿珠扮作断王爷 被乔峰误认成断王爷 然后一掌打死 后来乔峰为了大意威胁契丹王 以至最终觉得 会对结义大哥契丹王 跳崖自杀了 阿子随之殉情 阿珠是在天龙八部中登场的虚拟人物 断正纯与阮星竹之长女 为慕容赋二臂之一 居quote 听香水泻quote 武功不俗 善意容束 他活色生香 娇俏可喜 个性精灵顽皮 古灵精怪 善解人意 聪明伶俐 他与前盖帮帮主 萧峰相恋 最后 乔装为断正纯 被萧峰误杀于小镜湖青石桥 你看的文笔没有问题 就是这阿珠死得很是凄凉 金庸看到之后 气得直跺脚 你把阿珠写死了 你让我怎么写 你让乔峰以后怎么办 好不容易安排一个女主角陪伴男主角 这泥匡却别出心裁 给写死了 可恨的是 死在心爱的人手里 金庸气得想扣泥匡的工资 没想到 后面的几张更加离谱 金庸安排了一个阿子 来接待阿珠的位置 弥补乔峰的遗憾 可是 这泥匡又把阿子姑娘 给写瞎了 金庸就场一次又一次 这乔峰的感情经历一波曲折 又一波坎坷 气得金庸无话可说 骂泥匡在毁天龙 而泥匡却说 英雄都是孤独的 不看透生死情爱 谈什么大意 金庸听得目瞪口呆 可是回想一下 似乎也不是不可取 事实已成 金庸只能无奈叹气 再也没有怪罪泥匡 只是默默地叹一口气 写死了我来救 写瞎了我来给他一双眼睛 所以 金庸就编写了新的丐帮帮主 把眼睛给了阿子 这才让他得以重现光明 但最终 这乔峰什么也没有得到 爱情 亲情 兄弟情 也都随着跳崖的那一刻 什么都没了 如果没有泥匡的瞎稿 估计天龙八部 会像神雕侠侣一样圆满大结局 也不至于 段玉有了王雨嫣 须竹有了公主 而乔峰却跳崖而去 阿子也是跳崖相随 也难怪大年阿猪去世时 读者十分不满 倪匡与金庸 黄瞻和蔡兰 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 他们的作品也是各有千秋 而且都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迷和观众 天龙八部表达的就是求不得 有情皆念 所有人在冥冥之中安排了宿命 你以为虚竹鲍德美人归武功卓越 对他的追求就是痛苦 所有一切都是不追求反而得到 反面历史 慕容富越执着越达不到 所有人都不能按自己意愿活着 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 人物 配乐 服装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阿猪死的这一段 乔峰立碑这里 我一个大老爷们都忍不住哭 阿猪一死 世间已经没有乔峰的立足之地了 乔峰悲惨结局必然之中 乔峰如果不死 就成了苛且 对不起阿猪 对不起大辽 明知自己是契丹人 心里也回不去难送了 只有死了 才成全了英雄的悲壮 如果是现实而不是小说 以乔峰这样意志坚强的人 是不可能脆弱到寻死的 最后必然是丧失英雄光环 但乔峰这个人物也有漏洞 都是因为阿贝写死开始的 泥匡推脱不了责任 小编认为 阿猪完全可以不必牺牲的 乔峰也不用跳牙 你们觉得还有更好的结局吗 大家是如何看待的呢 干嘛 阿猪 阿猪